作为日本动漫领剧最为常青的创作之一,龙珠系列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其影响力就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不仅是隔数年就会蹦出一部原创的剧场版创作用一辽为本资们焦躁的盼望感,而且在十五年的时候更是以新发的姿态,推出了一部名为龙珠超的试作,直至今年的三月份也就是刚刚不久前,这部动画才最终迎来了完结。 结局大家都知道了,悟空与宇宙大战当中获得了最终的胜利,弗里萨大王也成功得到了喜白和复活,确实能够称得上大团圆结局了。 此外,虽说龙珠超连续剧已经落下帷幕了,但其后续的剧场版创作也并未消停过,其中一部将会在年底与大伙见面。 对于这些即将上映的创作,Jump也没有少费功夫,却进行前期的宣发工作,比如近日上线的VJUMP杂志七月号的封面,就选取了英姿大爽的悟空作为了其一的男主人物,双臂望两侧张开,把不扎实作文,与前方的游戏王动画的新一代主角,似乎将来一场一触即发的战斗。 这一封面分禁的张力是十足的,可随后不久,见多识广的日本网友,很快就发现了这几封面的端倪,在多发对比之下,与自家的社交网站上方,发布了这样一条朝粉性质的话术,龙珠超的封面抄袭了美国对上的分禁了。 此言一出,立马引发了相关圈子的震动,且又与导国互联网之畅通和交融,此消息很快就传递到了大洋里岸的网友眼中,抛视者在此等热闹之下更是做出了两图叠中的实验,给这一原本已仅是一向上方的抄袭,带来了第一声石锤的响应。 此后聊久,陆续出现众位网友相仿上方石锤者的做法,并从更多创作的细节角度进行进一步的抠袭,让悟空临摹美国队长分心的事情越演越烈,包括撒谈的马步姿态,以及张开程度,腰部的挖扭轻角,两里的展开姿态,甚至就是头部的侧脚和其中的眼神扶角,均一无风还原了美国队长的阴姿。 此番事情已经引爆,网络上原本对这一集刊物封面,还多加赞赏的网友们,便欲骂从粉转黑,纷纷指责创作者的此等我说行为,并直言不讳道,这已经大大的抄出了致敬的范畴了,这就是明黄黄的抄袭了。 且在后来,美国队长那一幕三星的创作者,也在自家的社交账号上,转发了这一报道,并在图片上仿佛带上了一句极具戏谑意味的话术,能够出镜,自己感到莫大的欣慰,但同时也有一种收不出的疑惑情绪。 可见,美对创作者的情商是极高的,用较为婉转的话术,传递出了自己的大度,以及自己做作品被抄袭的不满,这一句会值得国内的企业,多加学习学习一下。 其实嘛,动漫创作出现抄袭的事情,已然是老生长谈的了,比如上一年年中的时候,《活营忍者妇人传》当中小韵,的一套动作分镜,就涉嫌被指控抄袭了美国队长的电影,又是美国队长,又是Jump的创作,具体的分镜就是下图,你们认为算不算抄袭呢? 反正迪士尼在当时就已经发函警告了这一行为就是了,当然,作为二次元发源地的日本地区,也都存在着这样的卧缩行为了,那么在动漫产业,也仅是刚起步不久的中国动漫,又岂能置身事外吗? 比如下面的这部RBHPRO的国产动漫,基本上,就是将一群超人照搬那个金光,当然,主角从光头帅哥换成了肥仔罢了,久远一点的高铁侠,一听名字知道这是国产动漫了,也是明晃晃的,而是经典鞋单火车厦毫无保留的抄袭吧? 那比小鲜者不老少嫌疑的动画片,也没能逃得过戴尔独独的致敬,无论是故事的世界馆,受众,分镜,剧情等等,都可谓之一比一的还原了过来 喂,现在回看回VJUMP上方悟空的分镜,宁摸美国队长的事情,你们还会觉得这是应被责怪的事情吗? 你或者依然转变的自己的态度,认为这已经是行业发展的无奈被破了呢?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区发表个字的想法